今次Levi's 道相團介紹S506XX牛仔褲 順著我介紹Levi's Type-1 506XX牛仔褲 看這段影片前建議大家重新推出那段影片 因為那段影片有些基礎可以對這段影片的理解有幫助 在我們繼續之前容許我拿小時間賣廣告 我這個頻道Eric Seaveau & Walsh 其實不只是說牛仔褲 亦有提及一些電子改造計劃 遙控車、遙控船、紙的玩具和中秋的燈籠 雖然內容都是用英文說的 但我會盡量加入中文和日文字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之前那段506XX道相團 我也有說過一件506XXX包含什麼元素 例如左胸前面有一個有蓋的袋 中間有五顆扭扣 而扭扣兩邊有三對長方形的車線 而扭扣和兩邊的長方形車線的位置也非常講究 至於紅旗呢 紅旗的一面有Levice 的字 而Levice 的字也是全部大街的 紅旗上面沒有Circle R 牛仔褲本身已經廣泛使用撞釘 而反著衣服背面有一個巴黎扣 巴黎扣的鐵扣可以有兩支針 或者是沒有針的 506XX在1920年代已經出現了 但到了1940年代發生了什麼事呢 相信大家Levice 粉絲都一定會知道 就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政府限制衣物的製造商 不能在衣物上用得太多金屬和布料 因此506XX在那個年代都受到影響 在不少細節上有所剪減 就變成了S506XX S即是Sympathize 改變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沒有左手邊空前的袋蓋 中間樓的數量由5粒 生減到變成4粒 而樓扣的飾樣是由Levice 樓 即是每粒上面是Levice Stores & Company 變成一粒月貴樹葉的樓 好像東套形狀 撞釘也沒有了Levice 的字樣 而三後面的巴黎扣的鐵扣 有人就說 由兩支針的款式 生減變成沒有針的款式 但我稍後會和大家一起去看 其實這東西並不成立 S506XX出現大概是1942至1946年之間 數量其實到了現在非常罕有 雖然懷刊有 但其實市面上的S506XX 大部分都被日本的收藏家購買了 如果我們要找原裝正版的S506XX 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去Yahoo!Japan 按S506XX 然後按S506XX 這樣便會出現 日本人放售的S506XX 我們只要看這些S506XX 我們便可以了解 看看這件牛仔褲 是有什麼特色 我今天準備了幾件S506XX 就和大家分享 這件是第一件 很普遍的 袋子上沒有蓋子 中間也有四粒月桂樹葉樓 撞釘上面沒有Levi's 字樣 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長方形的車線 比起普通506XX的高度是高一點的 月桂樹葉樓 當年所有月桂樹葉樓其實都是由政府統一規格生產的 反轉衣服後面就看到巴黎扣 巴黎扣的金屬扣是有兩支針的 到第二件了 第一件是空前的四粒金屬扣 大家留意到並不是月桂樹葉樓 而是普通的Levi's樓 日本人稱它為前期的S506XX 為何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因為剛剛實施資源管制 Levi's 可能還有一些舊樓 所以打算用舊樓再用月桂樹葉樓 所以就有這樣的情況 而三後面的巴黎扣的金屬扣位置 都是兩支針 現在到第三件了 這件跟前面的一樣 空前是有四粒Levi's 的樓 而細心看的話 你會發現三後面的巴黎扣 金屬扣的位置 其實都是兩支針 現在到第四件了 第四件 空前的四粒樓 都是Levi's 字樣的樓 而如果細心看的話 你會發現 前面胸口的袋 那顆頭 那顆撞釘 是有Levi's 的字 但是 巴黎扣的那顆撞釘 就沒有Levi's 的字 與此同時 留心看看 巴黎扣 也有兩支針 第五件了 第五件 跟前面的幾件一樣 胸口前面的幾粒樓 都是有Levi's 的字 而背脊 他自己加了刺繡 這件都算保存得挺英俊 你看到那些紅旗 都很完整 撞釘沒有字 而背扣 也是兩支針 現在到第六件了 我們終於見到一件 有冬甩的月桂樹葉樓 就是這件 這件保存得挺好的 你看到這件 三前面的三組 長方形車線 是比較高的 而三後面的巴黎扣 也有兩支針 其實我們看到這麼多件 都沒有一個 金屬扣 是沒有針的 其實一個沒有針的後扣 在這個年代 其實 是不是只是一個傳說來的呢 金屬扣是Soliday牌的 如果大家見過一些沒有針扣 S506 X6 原版 不妨 告訴我 我也想研究一下 到第七件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 剛才第二件 空口的四粒樓 是有這塊字的 但是 撞釘 袋子有這塊字 後面的巴黎扣 沒有這塊字 這一件 又有少少不同 空口的四粒樓 就是月桂樹葉樓 袋子的那顆樓 寫著這塊字 但是 巴黎扣 又那顆撞釘 沒有這塊字 我猜可能是生產線上的問題 即是做袋子的位 還有 Levi's的撞釘 那就用了 但是 這件衣服 做完袋子的位 就傳去 另一個位 做巴黎扣的位 巴黎扣的位 沒有Levi's的撞釘 就變成用什麼字都沒有的撞釘 到第八件 第八件這件 算是保存得很完整 連皮的牌都在 空前有月桂樹葉樓 紅旗 後面巴黎扣 有兩支針 撞釘上面 亦沒有Levi's的字樣 大家有沒有覺得 做完這些 research 之後 顛覆了我們 一貫對S506XX的看法 即是以前我們覺得 S506XX一定是月桂樹葉樓 壯釘一定是母子 巴黎扣的金屬扣一定是有針的 但是經過那麼多 research 之後 我們發覺 其實那些可能是復刻板 強硬灌輸給我們的印象 現在到第九件 這一件 就比較淡色 大家不要看笑它淡色 這件東西都可能性萬人 那麼 他胸口前面 是有幾粒的 月桂樹葉樓 撞釘沒有字 長方形的車線 比較高身 而背後的巴黎扣 有兩支針 就算那個 後扣有兩支針 你看到顏色的樣子 每一件都會有些不同 到第十件 第十件 胸口前面 都是有Levice的樓 四粒 而撞釘 都是寫着Levice的字樣 很typical 應該是一件 前期的S506XX 而三後面的巴黎扣 也有兩支針 接著到第十件 第十件 就是月桂樹葉樓 撞釘上面沒有字 而巴黎扣 也有兩支針 如果說那個巴黎扣的金屬扣 部分 是沒有針的話 我們找了十一件 基本上一件都沒有 全部都是有兩支針的 看了那麼多件 我想大家都夠皮了 現在到實戰時候了 我們就上網 看看不同的復刻板 看看他們復刻的幾遲 好嗎 我們首先 去日本 雅虎拍賣 其實日本來來去 都有幾個網頁 最主要是 拍賣網 Yahoo Japan Auction Yahoo Shopping 又是樂天 我也是隨便去這個 純粹 看看有沒有 沒有就去其他地方 就這樣看 我覺得已經有問題了 因為空前是有五粒樓的 我們有十一件 都看不到 找不到一件是五粒樓的 全部都是四粒樓的 這件有問題 它是冬粒樓來的 但是冬粒上面 不知道是不是越貴輸業 我也不太清楚 撞釘的都看不到 但是很肯定就沒有了一個袋蓋 後面 看不到 尾扣也看不清楚 又不能放大 所以我不太肯定 但是這個牌 就寫71506 如果這樣看 其實資料就不太充足 但是如果你寫71506 還有有五粒樓 我基本上都不會考慮 這件不是 寫71501 看看 樣子很像 但又是五粒樓 那粒樓 中間有個洞 像是冬粒樓 但是你看到四方形的車線 這個位置是不對的 因為正常的四方形車線 如果你看過506X6那段影片 應該是由這個 承握 去到腰位 分成四部份 應該是 位置大概在這裏 一個 這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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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也不太適合 不過寫71501更加不對 應該是一些現代的東西 袋子也太長 房子不相似 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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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也不相似 12800日圓 還有這條 這條車線 一彎 這件完全不行 背後又沒有尾扣 這件也是騙人的 你猜不到 拿1000元出來 買一件東西 在日本也會被騙 所以 也有伏的 你別以為是日本 很多都是五粒樓 你看不看 伏黑日本製99年 五粒樓 又是五粒樓 我不妨進去看看 是甚麼情況 五粒樓的 那 又沒有袋蓋 後面的尾扣 我看不到 真的沒得放大 很慘 看不清楚 又是701506 我看不清楚 我想看看這粒狀釘 這粒狀釘已經很離譜 哪有這麼大粒的 這粒狀釘真是90年代的 狀釘 真是99年 真的用回99年的狀釘 這粒狀釘在哪裏看到 在90年代的501 全部都是這種狀釘 中間這粒狀釘特別大粒 而且它的顏色 是金金的 它真的用回99年的狀釘 而且你見到這個紅旗有R字 有Circle R 這粒狀釘是不行的 而且我見到那幾組車線 少許不適合 這個應該可以低一點 其實就 不過 你看到這樣的 你都不會買 12000日圓 又是1000元 有90年代的Levice 進去看看 這裏 看看會不會給我們更多的相片 了解一下 又是類似東的樓 五粒的 五粒的 沒有帶蓋 你看到那些四方形車線的位置 都是 差一點 好像多了幾張相片 我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 看到資料 沒有辦法 真的完全 我看到了 這裏 這裏不是月貴樹 只是英文字 我不知道寫什麼 我們之前看過的伏客 就沒有 英文字的 全部都是月貴 要是月貴樹 要是整粒正宗的 這塊樓 這塊是沒有的 沒有的 那這件是 這件是506 你認住 這個牌 如果是東的樓 就是寫英文字 我覺得這個牌 不是太皮 不過 膠膠的 不是很像皮的牌 不過anyway 這件 你會考慮吧 這件呢 這件呢 寫著 阿倫西亞工場 即是三藩市那間 Valencia Street那間 這間 已經整理了 現在變了一間學校 這件其實是很受歡迎的 這件很受歡迎的 我也有一件 我想跟大家介紹這件 你看到它的四方形車是很平均的 這個東拉樓是月貴樹葉樓 沒有袋蓋的 後面的扣是沒有針的 我覺得這個後面的扣是差一點 沒有針的 寫著5的 撞釘 我記得是沒有字的 沒有字的 但是呢 那支紅旗有個Circle R 這個月貴樹葉樓 這個是皮牌來的 這件我是有的 我覺得 它不是很正宗的 因為它有Circle R 它的尾扣 沒有針的 跟我們之前做看的11件 不同的 我 我也有的 因為它始終是555廠 555廠 就算復刻得 不好 我都留下一件 因為它始終是一間百年工廠 現在已經撿了一粒 我有草的 你們自己衡量 45000日圓 差不多3000元 你們覺得值不值得擁有呢 你們自己衡量 這裏有一件 其實很多啊 我發覺在Yahoo Japan的販賣網 很多 多到你 1000元 全部1000元有交易 這裏有一件 4顆樓應該是這塊樓來的 那這四方形車線 OK啦 OK啦 大顆撞釘的問題 又是90年代的撞釘 紅旗沒有Circle R 紅旗沒有Circle R 這件OK 又是506 38 跟剛才那件的差不多 都是各個貨 又是日本製造的 又是71506 那這些 其實這 你們各位可以看到的 這一件呢 多次出現在Yahoo Japan 90年代的 71506 有東套樓 又有Levi's 樓 東套樓有五粒 Levi's 樓有四粒 就是90年代的撞釘 不是做復刻的撞釘 那你真的要自己衡量 你買了回來 如果你 你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儲回一件也沒什麼所謂的 那你就買了 但如果你 買了不喜歡的話 買一些 復刻得不好的 那你的心不高興 那你真的想清楚才能買 這件跟剛才那件一樣 Levi's 樓 撞釘也是這樣 沒有Circle R的 大粒撞釘不行 又是506 寫條 又是71506 看到的 這個是Levi's 的樓 他們全部都是 都是這一款 20,000 Yen 如果你給我選擇 我看了這麼多件 我只會買555廠那件 如果這麼多件 給我選擇的話 其他的我都不想 555廠就算 這件 跟得不足 他都是55廠 對不對 這件又有一件 看到了 這件 9,000 Yen 有五粒東粒樓 但是這個四方圓車線 不適合 你看這個特別小 這個老實一點 我覺得 9,000 Yen 你看一粒樓 怎樣賣 大家記住這件 這件是伏的 有Circle R的 撞釘不行 扭 五粒樓 四方圓車線也不行 各方面也不行 牌也有71506 完全是不行 8,000 Yen 所以他都很坦白的 他都拍得清清楚楚給你了 好過剛才 有幾個 不清不楚的 再看一件 然後我們 按一下 因為很多件都差不多 這件又是五粒樓的東粒樓 原來的尾扣是這樣的 是沒有針 沒有針的扣 這個我剛才也說過 我們看了一件都沒有 扣是這樣的 牌 又是這個506 看上去不知道是 皮還是膠 這個牌 不是很靚的 不是很像 看不習慣 有Circle R的 撞釘不行 這件是9,800 Yen 所以 看著這麼多 其實我也想總括一下 因為 其實 S506XX 這件牛仔褲 不是很多 復刻 不多 據我所知 最後那件 應該是5 5 廠那件 如果你說美國出的 也沒有出過復刻 如果有力 糾正我 日本出了很多 日本出了很多 我自己也有一件 我可以給大家 轉頭再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件 這件 日本版的 S506XX 復刻版 當年賣2萬多Yen 它有一個這麼大牌的 LIMATE ADDITION 其實這件 我覺得 現在市面上 能夠買到的 是最 最忠於 這個 原裝 的復刻版 再給大家看看 如何正 這些樓和樓之間的位置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車扇和車扇中間 都是大致一樣 這條闊少少 這條闊少少 大致一樣 紅旗後面 沒有Circle R 和後面是沒有字的 撞釘 也是沒有字的 月貴的樹葉樓 這個牌呢 就 紙牌 但是我覺得 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你看到很多 佛刻版 很多原版 都沒有牌 如果你覺得 那個年代應該不是紙牌 但是如果你覺得不喜歡 就撕掉 如果你穿的話 反正的樓後面 是一個 有針的扣 但是針扣就做得很一般 不是兩支針 是一個M 可能怕刺破 但那些梳化 即是我們現代人 把椅子都很貴 你被兩支針 撕穿了皮的梳化 就很嚴重 可能你會因此 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 不過癮 你這樣做就不像 不像圓柱 但是 歐洲美國從來都沒有出過伏刻 自從五廠之後 我覺得 不會不出的 始終有一天會出的 看看Levi's 什麼時候 不夠錢用 不夠錢用 他就印幾件出來 到時候 可能 那些細節會更加漂亮 更加似的 現在大部分都是日本的 復刻版 大家留意 日本的復刻版 很多復的 尤其是99年 剛才說 99年那一堆 都很多復的 大家也要 小心點 買的時候 這件是復的 對不對 就是 今天說到這麼多 遲些我再跟大家說一下 六六 七八 八十年代 八三 那三條 五零一 那三條都頗值得說 這次就說到這麼多 多謝各位 希望你們繼續 Stay Tune With My Channel 多謝你們 拜拜 拜拜